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爬虫当中另外一个非常好用的技术 叫做多线程爬虫 那么什么叫做多线程爬虫呢 可能之前对这个多线程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 可能对这个东西就会比较陌生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首先来对这个多线程这个东西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什么叫做多线程呢 多线程的话 它是为了同步完成多线程 就是说可以同步的去完成多线任务 就比我们之前的那种什么呢 就是你同步的去完成一项任务来的更快一点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都去 你都像那个帮运沟的吧 他那个帮庄对吧 如果是一个人帮的话 那么效率肯定没那么高 如果请十个人来帮 那么效率就肯定会比我们一个人帮更快一点 对不对 通过这个提高好那个资源使用率 资源使用的那个效率来提高这个系统的效率 现实是在同一时间需要完成多线任务的 任务的时候实现的 这个是一些这样的官方术语的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面就是说 这个多线程和这个多进程 和这个进程之间的一个人的关系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来看一下 最简单的比喻是什么 线程啊 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之前听过这个线程和进程之间的一个人的关系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做了一个这个比喻 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一个程序 我们的一个程序 只要他在类传当中应许的啊 就算你只要去 比如说在我们的派上当中 或者你在这个7D终端 使用那个Python 那个命令去执行的一个这样的Python 那么的话就相对是已经启动了一个进程啊 就相对是已经启动了一个进程 那么在这个进程当中的话啊 我就他默认的话 就会有一个线程去执行项目的工作啊 那么如果一个线程执行的比较慢 这次的话你就可以创建多个线程去实行啊 可以创建多个线程去实行啊 那么这个地方有个比例的吧 就是进程和线程之间的一个人关系啊 呃 那个多线程的话 就算是火车当中的每一间车厢啊 进程当进程的话就相当是那个火车 车厢啊 离开火车是无法跑动的啊 对吧 就是这个县程啊 如果离开这个进程的话 那就没什么好说 没没什么好说的对吧 好 同理哈 火车的话也可以拥有多节车厢 对吧 就是一个火车 他也可以拥有多节车厢啊 那么我们这个一个多进程当中的话 也可以拥有多个线程 对不对 多些人的出现 就是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啊 提高这个效率啊 同时的话 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啊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待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啊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啊 就要明白两点 第一点的话 就是这个多线程啊 他可以提高我们这个一个程序 他那个执行效率啊 第二点的话 是那个什么呢 多线程的话 他是放在我们这个进程当中执行的啊 那么一个进程 他一旦运行呢 那么的话 他在里面默认就有一个主线程啊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啊 线程一个线程执行还不够啊 你就可以创建多个线程来执行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相关的一些介绍啊 呃 这些介绍的话啊 没有那么专业啊 没有那么啊 呃 没那么那个专业和没没那么 就当时的话啊 当时的话介绍到起来啊 也我相信应该也是呃 对你学习的话也是有所帮助的啊 对你学习也是有所帮助的啊 我相信如果你建议的去直接看下比较专业的术语的话 还倒是一里蒙逼啊 好的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再来看下这个多线程扒虫的介绍啊 有些时候啊 比如说下载一张图片啊 大家都知道啊 下载图片的话 他那个图片的大小是比我们这个文字大得多啊 对 那么如果你采用传统的方式去下载这个图片的话啊 他的效率就没有那么高啊 这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采用这个什么的多线程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多线程的方式的话 我就可以比如说 比如说我第一个线程再去下载那张图片的时候 因为下载图片的话 他速度 他的那个还需要等待一些网络请求 等待这个网络请求的那个时间对吧 那么在等待网络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啊 实际上的话 我这个CPU我就不去让你等待了 我就直接去执行另外一个线程 那么另外一个线程的话 他又去又去下载这个图片啊 那么又放在这下载图片的时候啊 我这个CPU我又不执行这个线程的 我又执行另外一个线程啊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啊 省去这个等待的时间 都得省去这个等待的时间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多线程的一个真的好处啊 好处啊 多新的好处啊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多线程啊 还想要更加生死的要求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白着白科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介绍 好吧 那个里面的话可能介绍起来就会更加专业一点啊 更加专业一点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threading模块 接着我们这个python当中啊 专门用来提供给我们写那个多线程的一个人的模块啊 叫做threading模块 使用这个threading模块去写多线程的话 是变得异常的简单啊 变得异常的简单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代码当中 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代码 该怎么去写啊 好 来到我们的这个python当中 那么我们这个办法再去讲解这个多线程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先用这种什么呢 先这种传统的方式去执行下我们的这个代码 让他再看一下这种传统的方式 他的那个预计效率啊 看完以后 就现在我们再通过这种多性能的方式去执行一下啊 让让你体会一下这种多性能它那个好处对吧 好 那么就来来写一下啊 import一下这个threading啊 这个模块的话是不需要安装的 我们这个python啊 这他你只要安装了python 他就会自带着一个人的模块 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写不写啊 或者写的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做的先不写吧 先不写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第一个函数啊 这次coding cod coding的话就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这是编码的意思啊 呃写代码的意思 那么我这个地方for x一个range啊 让他执行三次啊range啊 这个地方是三次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来打一个东西啊 那个呃 正在啊正在编码啊正在写代码 对吧 正在写代码啊 这地方给个byns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给个x了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第一个函数就是 diawng啊叫做画图好吧 for x in 啊inrange对吧 然后是也是这个呃三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边也是在打一个东西啊 正在画图对吧 正在画图 然后是百分之啊 这边是x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边给个may行数啊bfmay 然后是呃手机的话我们先把这个代码啊coding啊对吧 codng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画一下图 drawing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再给个may啊 然后执行一下我们这个may还是啊 可能加什么的下 呃 这个地方我们写完以后我们让他睡睡一下啊 能让他沉睡一下 这样的话才有那种感觉吧 呃 那个不然呃一下子执行完成了都没什么感觉的吧 time. sleep啊slep sleep b的时候让他睡一秒啊 可能加低负责这地方也是啊 就是你在写代码的时候写完银行代码 我就让你去执行啊 去等待一秒对 那么大家好我们在执行这个结果之前 大家的话肯定就能够猜测这个结果 他是他是怎么样去执行的对 首次的话他肯定是先去执行这个行数 执行这个行数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他会打印三行的这个真的写代码对 对不对人家的话在打印三行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打印一次我们需要让他乘睡一秒 说的话他啊 就总共需要花费三秒的时间去执行这个代码对不对 接下来执行完这个coding还有 接下来在这个转影下面啊 他又去变利三次 人家的话在这个下面又去打印三次啊 打印三次的时候没打印一次他又乘睡一秒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总呃 又花费三秒的时间去打印这个画图对不对 说他总共加紧的话就需要花费六秒的时间 去执行我们的这个程序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 一两二三四五六对吧 总共花费了六秒的时间去执行啊 总共花费了六秒的时间去执行啊 好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给改成那个什么呢 多线程的方式的话啊 我们就可以让他的时间大大缩短啊 大大缩短啊 好那么这地方我们就先把这个代码啊 统着加c复制份 然后把这个地方啊把它给注视一下吧 把它给注视一下啊 这种方式是传统的方式对吧 传统的方式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地方是采用的是采用啊 多线程的方式啊 采用多线程的方式啊 采用多线程的方式啊 采用多线程的方式 这是的话啊 我们的这个函数还是一样的啊 这些函数 这两个函数还是一样的好吧 要改的就是改这个地方 现在的话我们就不是通过这种哎 这种什么呢 这种线程的执行呢 我们现在的话就通过这种什么呢 通过这种多线程的方式来执行啊 好那么我们先把这两个代码把它给上掉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python当中 如果你想要去使用这个线程啊 就需要使用的这个threading这个模块啊 然而我们首先的话现在讲一下这个threading 模块里面的第一种用法 就是这个thread这个类啊 这个thread这个类啊 那么这个类型的话哈 你可以通过这个threading 点thread 这样的话就可以创建一个这样的啊 创建一个子线程啊 可以创建一个子线程 然后这个创建完这个子线程以后 他该这个子线程创建完整以后 他该执行什么样的代码 那么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线程当中的 这个target这个仓数呢 给他指定啊 这个target的话 代表的是这个线程被创建完整以后 他要执行哪个代码啊 执行哪个代码啊 这个地方的话就需要给他创建一个行数啊 需要给他创建一个行数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就创建什么呢 就创建两个线程让他来执行啊 创建两个线程来执行啊 第一个的话这个线程是让他执行这个coding 第二个的话是让他执行这个join 就是这个画图的啊 好这样的话创建完两个线程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让他start下 start的话就是说让这个线程启动起来啊 启动起来 启动完之后啊 那么两个线程就分别在执行了 好吧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代码当中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来写啊 首先的话我们的这个第一啊 第一是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threading来导入一下啊 threading 然后是那个threading下面的那个什么呢thread啊 这个地方给他指定这个target呢是等这个coding啊 等这个coding好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创建好了一个线程 接下来我这个tr的话等于threading 这个thread啊 这样的话就创建好的第二个线程是那个join啊 注意哈我们这一份传递这个行数的时候 只需要传递这个行数的名字 不需要什么呢 不需要在这货币给他加个圆块 如果你在这个后面给他加个圆块的话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啊 你是把这个行数的那个返回值啊传给他 明白是吧 因为这个代表的话 是不是相对是执行的这个coding这个行数啊 对对 那么这样写的话就相对是哈 执行的这个行数 然后的话再将这个行数的返回值给他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的话是需要给这个什么呢 将这个行数本身复制给这个target啊 好 那么在这边我们再让这个呢 第一点start啊 第二点start 对吧 再让这两个线程啊 再让这两个线程分别的来执行啊 分别来执行了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种效果啊 再看这个效果啊 那么我右键再来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 效率就马上提高了很多啊 基本上啊 就是前面两个都是在同时执行 同时答应出来的对 就是这两个行程的话 这两个行程他们两个的话 就相当是处于一种平一种平行的空间一样啊 你我两者之间互不受影响对 互不受影响啊 之前这种方式的话可能是这样执行的啊 就说之前这种方式可能是这样 首先话先来执行这个coding行数对吧 执行完这个coding行数以后 这个地方执行完 执行完之后再来执行这个捉影这个行数 相当是在一条直线上面对 所以前面花费上 前面花费到什么呢 前面花费这个三秒钟的时间 这个地方花费三秒钟的时间 那么现在的话就相当是什么呢 相当是这个地方是执行的是这个coding 这个地方啊 他马上就同时执行这个什么的捉影 那么现在也是花费三秒钟的时间啊 现在是花费三秒钟的时间 这个地方也是花费三秒钟的时间 那么他们相当是现在是平行的执行 对平行的执行 这个的话就效率大大的提高了 对大大的提高了啊 你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的话只不过是打印这个东西 如果现在哈 他是正在下载那个图片 那么如果你采用传统的方式的话 你就像的是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下载这种图片 需要花费三秒 花费三秒以后 接下来再去下载另外一种图片 又要花费三秒啊 这样的话就总共花费六百钟的时间 才能下载两张图片的内 那么在我们如果采用多信息的方式的话哈 你就可以什么呢 让两张图片 让两个多信息 让两个信息 分别去下载每一个这图片的内 然后每一张图片都是下载 都是花费三秒钟的时间 那么当时他们的实话是同时去下载的 这样的话总共的话也只需要花费三秒钟的时间 对 效率的话就会有很大的提高啊 效率就会有很大的提高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多信息啊 就是这个这个介绍啊 就讲到这个吧 好吧 这些东西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多信息 他的一个概念 以及在我们这个派生当中 如果去写一个简单的多信息啊 写个简单多信息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哈就讲到这个这个地方 下几个我们再来把这个多信息 下面的一些知识点把它给补充一下啊 后期的话我们再会讲到 用这个多信息的方式去爬取我们的一个网站啊 通过通过练习啊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熟悉这个知识点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些课程就讲到这个吧啊 感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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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